哇 阿麗絲也好美 我發現今天來邀請的那個來的來賓 不是男的很帥 就是女的很美這樣 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站在你旁邊 我有一種那個 傷形失色的感覺 好 那我們知道呢 阿麗絲其實在17Media 也算是開播有一段時間了 是的 沒錯 那我們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應 那想問你啊 對於這樣子的新嘗試 有沒有什麼意料之外的收穫 其實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哦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命理專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17陪我一起成長 是 對 然後我最開心的是在17直播呢 能夠一進來 就是就算你的妝沒有完妝 它的那個濾鏡也非常的美顏 很好看 所以其實可以素顏上來 對 所以每一個直播主 都會覺得非常的好看 對 然後整個畫面非常舒服 是的 那再來就是透過直播的這樣子的方式啊 有朋友就是網友 我看你有一些特別的互動 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有耶 我覺得這個17的這些粉絲朋友們 都非常熱情 每一個都是小編 每一個都讓我想說 你下去暗裝 是不是13樓還是6樓還是7樓的 他們真的是鐵粉 是真真實實的粉絲 然後他們會告訴我說 因為知道我是3C白痴 會告訴我說 老師你這邊要怎麼操作 你哪裡的功能要打開 然後我們才可以怎麼追蹤你 所以說我覺得說 喔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擁護一氣這個平台 而且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問他們他們都很熱情的回答你對不對 對 他好像比一氣還熟耶 那再像今天這麼一個特別的機會啊 來到這邊 那是不是可以請愛麗絲 那我們來剛剛好 對 前面有上台分享的嘉賓 是 我們來分享一下她的命盤 命盤對不對 命盤 對 準備好了 所以我等一下講完 我就會一路上北囉 喔喔 是這樣嗎 因為大家都在那裡耶 我不太敢再進去這地方 我已經回不去了 好 不會不會 從哪一位開始呢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先請雞排妹開始吧 雞排妹就是一來就先在一位是嗎 好 那雞排妹也想 是早戰有點大嗎 是還蠻大的 他是蠻大的 那我們要知道雞排妹什麼事情嗎 比如說像你剛剛有說 你在節目上 你覺得什麼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對不對 那我今年 2019年也算過了一半嘛 對 一半喔 那下半年的運勢 或者是有沒有誰 沒有要注意的事情啊 對 好 那我來看看你的命盤喔 其實雞排妹呢 她是處女座的朋友 好 處女座今年是走的是 比較是家運的部分 好 那也是組織 好 那如果說 所以她如果要建立組織 所以她會建立的還蠻茁壯的 那另外的話呢 她是一個零數外戚 內野戚的朋友 所以其實呢 她的零雅力持 她的言辭犀利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我會建議呢 如果是在2019的下半年 她現在的運勢走到五來說 她就是盡量發揮她的好口才 對 因為現在走在口才年 就是真的是用嘴巴吃飯的 她會有髓紋嗎 很容易喔 因為今年就是大量的在拓載人脈 林檢人脈 所以這些桃花會一直來 對 好桃花壞桃花都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像剛好就是7月份開始 她在我們一起Media有新的節目要推出了 正好就是可以發揮她口才的時候 對不對 是 沒錯 那好桃花壞桃花非常的多 對 那相信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就非常好奇 那她今年有沒有機會找到她的真命天子 今年的真命天子呢 會比明年 應該說她今年的桃花會比明年好一點 明年比較容易遇到一些不是這麼真心的 真心不要來 不真心不要來 那因為她天生就是髮典長 本命帶桃花 所以她這一輩子是逃不過這樣的一個風波 那如果說已經說她的正緣好了 我認為是三年後 三年後會遇到正緣 對 我數學不好三年後是幾年嗎 2022吧 2022 差不多 所以搞不好我們在三年後就會接到喜訊 對 就是她的婚姻 很有機會囉 她的流年運是這種這樣子 好 好那接下來呢 請愛麗絲幫忙分享下一位來賓 謝龍介 謝藝人 OK 龍介哥是吧 龍介哥呢 她本人是天秤做的 然後她的零數呢 是外三內四 其實她是非常愛家的好男人 然後呢 她呢 是非常幽默風趣 那有時候也是蠻孩子氣的喔 那其實呢 以她的運勢來說呢 我剛問的她說 哥哥 妳等一下喔 妳想知道什麼 我 我來說 她就跟我說 什麼都不用說 命中有時 中受有 命中有時 中虛有 是是是 命中有時 無供求 好 就是這樣 好的 非常的精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愛麗絲幫我們分享一下 許淑華許藝人呢 好 許淑華許藝人 其實她呢 比較想知道她的婚運 她對於她比較選立為 不是那麼的重視 啊 有啦 很重視 是真的 很重視 很重視 對好 婚運呢 我預測是 她是明年會有閃婚閃戀的機率 因為她就可以成為政治圈的 芷妮姐姐 那這樣子會有很多人心碎耶 對 一定的肯定沒有辦法 就美女藝人喔 對不對 所以要快喔 OK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尾翰的命盤 好 尾翰是摩羯 不知道她在裡面聽不聽得到 對 欸 她已經整個直接貼過來 她很認真的 要聽妳的歌詞 對她整個臉就在這 摩羯啊 摩羯 這是我最欣賞的星座 好 摩羯男摩羯女都特強 她也是摩羯 我也是摩羯 還好我沒講錯話 好 我摩羯 然後又是呢 林書外六 內野六 其實摩羯 越到年底越是摩羯的時代 因為今年木星到了年底之後 12月2號呢 就要一位坐大尾了 換我們摩羯坐大尾 那現在吐明佑呢 逐漸的合像在妳的摩羯座 所以摩羯呢 一定會練出呢 她的這次 一身像鋼鐵人一樣的這些特技 而且一定會有很棒的一個 拼逆計畫 越到年底就會越浮上檯面 不管是她要選舉啦 還是她要繼續做網紅啊 還是很厲害的直播啦 或是民主啦 她的發展都非常的厲害哦 好 謝謝 阿倫